那时耶稣从家里出来 坐在海边 因为他身边有大批群众聚集起来 他只好上船坐下 让群众站在岸上 然后用比喻吸他们说了许多事 耶稣说 有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 一些种子吊在老婆 鸟儿飞来吃了他没 一些种子吊在盖着浅土的石地上 因为泥土不深 狠快发了牙 可视太阳一晒就照了 又因没有根 狠快便枯萎了 另外一些种子吊在荆棘虫里 被长起来的荆棘窒息了 一些种子落在好地里 最后结出果实 获得一百倍的 六十倍的 三十倍的收成 你们有意的 听罢